详细报道 国务院有关创新重点领域投融资机制 鼓励社会投资的指导意见 今天公布 国家发改委透露 今年铁路项目可完成投资8000亿元 将向社会资本开放支线铁路等所有权和经营权 国家发改委表示 今年铁路计划新开工项目64个 其中国家干线铁路项目32个 到10月底 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约5900亿元 从目前的进展来看 全年可以完成铁路投资8000亿元 和投资新线里程7000公里的目标任务 费志荣介绍说 今天公布的意见提出 要加快推进铁路投融资机制改革 向地方政府和社会资本 放开成绩铁路支线铁路等的所有权 经营权创新投融资模式 吸引社会资本参与 昨天发改委批复的四条铁路建设项目中 就有两个是主要由社会资本投资的 比如像今年发展改委委 核准了这个猛西至华中地区铁路煤运通道 这也是一个重大项目 投资总规模达到1930亿元 由16家公司成立的股份公司 作为项目法人 其中铁路总公司以外的单位 所占的投资比例超过了80% 在这里的话 民营企业的这个投资的比例 占到15.5% 此外国务院批准设立的铁路发展基金 目前也已经完成筹备并挂牌 这也将有利于社会资本的参与 东方卫视记者朱从瑜北京报道